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view.js的第13期 今天咱们这个课的主题叫做条件渲染 什么叫做条件渲染 如果有编程经验的朋友就知道 比如说这个if 比如说这个switch 来判断根据一个变量 判断咱们接下来的逻辑该怎么执行 这个就叫做条件渲染 那么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今天知识点有三个 这三个其实是一组 就是说在view.js里面 如果咱们想用到条件渲染 该如何执行 该用哪个指令 我能把指令给大家都描述出来 就是这三个 v-if 这就是if 如果怎么怎么样 下面是else if 就是如果不等于上面 那么它是不是等于下面 就是这个else if 如果这两个都不等于 那怎么办 最后谁都不等于了 就走这个 否则最后该怎么处理呢 然后这是一个逻辑的出口 这个就是大概view.js的三个条件渲染的指令 非常的简单 有过编程件的朋友 一看就知道该怎么用 好 咱们看看这怎么写 条件渲染 就是说判断view.js的变量的值 没错吧 条件嘛 你不得判断值嘛 对不对 然后呢 执行页面渲染逻辑 这个我觉得 我的解释就算很明白啊 大概就说if 然后else if 然后最后呢 是else该怎么处理 咱们看例子吧 如果说没有这个编程件的朋友呢 咱们看一看例子啊 例子其实也是非常的简单 今天例子 咱们现在先看这个扎辣脚本的部分啊 今天呢 咱们定义了一个变量 这是什么呀 呃 考试成绩 对吧 就是说考试成绩 咱们比如说 呃 上大学考试 咱们这个考这个考分 考多少分 首先上来是零分 不知道考多少分 然后呢 咱们这个逻辑 就是根据这个考试成绩 在这页面上打印出不同的结果 比如说 考试成绩当是零的时候 那么咱们叫做呢 成绩未公布 咱们在页面中呢 打印成绩未公布 如果说考试成绩小于六十 那怎么办 打印出这个分数 同时呢 告诉他考试不及格 没考好 得加强学习 不能总玩游戏 好 如果考试成绩低于八十分 大家请看啊 否则如果 否则如果 就是说 他大于等于六十 但是小于八十的时候 咱们给他说 还需努力 对吧 你毕竟考的虽然及格了 但是呢 没考好 也叫没考好啊 你想考好的大学 那么呢 这个分是不行的 那如果说 咱们出了这三个选择分支 到最后的时候 就是说 他这个成绩啊 他大于等于八十的时候 才会到最后一个分支 那么呢 我给他打印出 考的不错 玩游戏吧 哎 但是不要玩物丧志 好 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啊 然后呢 我现在下面呢 这多了一个按钮 这按钮干什么 咱们看一下这个按钮的 这个BTM Click的逻辑啊 很简单 就这一句话 就说 咱们动态的改变这个考试成绩 然后呢 这个页面中 会根据这个考试成绩 这个Result的不同 来显示不同的考试结果 而这个成绩呢 我用这么一个 Java脚本的函数 让这个函数呢 哎 不是让函数 让这个考试成绩呢 在0到100之间 随机的生成 这个呢 就是咱们今天的逻辑 非常的简单 那么好吧 我把这个代码考过来 咱们实际执行一下啊 看看 View.js的条件渲染 是一个什么结果啊 今天呢 是第13课 我现在运行一下 第13课 咱们把它打开 好 请看啊 一上来 叫做成绩未公布 为什么 注意 这个地方呢 我一上来 处置值是0 也就是说 当成绩为0的时候 显示成绩未公布 这个没问题吧 对着啊 好 那我点击一下 注意看啊 走 考试Buffer 这孩子该打啊 考试不及格 咱们再来啊 这个成绩随机生成嘛 对不对 再来啊 67 还需努力 他不到80吧 但是他及格 但是还不到80 所以呢 还需努力 再来啊 93 哦 这孩子考的好啊 考的不错 继续玩游戏吧 继续玩游戏不对 可以玩游戏了 就这个意思啊 好 咱们再来啊 28 不及格 75 小于80 还需努力 非常简单 这个就是说 呃 根据这个变量不同的值 这个页面呢 渲染成什么结果 咱们呢 为了好理解 我把这个页面的结构打开 咱们看一下 呃 我的这个代码中 咱们大家注意 写了四个H1 对不对 实际渲染出来 只有一个 为什么呢 因为其他的分支 没有走到嘛 对吧 好 咱们看一下啊 看 只有一个 那就是换句话说 咱们给画面中渲染出来 这个DOM DOM 这个DOM呀 它是随机生成 随机渲染 如果不符合咱们逻辑的代码呢 是不会加到咱们DOM当中 这个呢 非常的高效 非常好啊 注意看 34分 考上不及格 7分 不及格 这还是这个DOM 咱来个及格的 1分 5分 考太差 05分 这是还需努力 永远是一个H1 换句话说 这四个H1 永远是走其中的一个分支 那渲染出来呢 其实就是一个 这个呢 非常的高效 它叫虚拟DOM 好吧 这个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讲解的内容 不知道您呢 听明白了没有 今天代码呢 我都放到了 看中国的福气上 供您下载参照 好吧 那些视频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